今天的这期视频我想会让你对爱情重拾信心 被渣男伤过也好,被渣女骗过也罢 因为这些在今天这个故事面前我认为都不算什么 别着急抬杠骂我,先听听这个故事清空再来评价,好吗? 故事团主国旗网人从母亲那得知子 拥有拯救一个被挂在空中的少女的力量 她会在一天旅行的时候与她相遇 但救不救,是她网人的自由 现在一直在旅游的网人停载了一个小镇 因为这个小镇即将有下的庆典 她想在庆典表演赚钱 在这个小镇上有个传说 最初有个一只女八百比丘尼 因为拥有神力而被人类惧怕 在被捕的时候发现已经怀孕了 女孩神奈被命一生下来就被迫和母亲分开 从小神奈就独自生活在一个大宅子里 一天宅子里来了一位新的侍卫,刘烨 这也是她孤独一生邂逅的第一位朋友 神奈和刘烨每天一起快乐地玩耍,成为了挚友 神奈厌恶自己拥有神的力量 因为这让她不能出宅子一步 也让她跟母亲无法相见 神奈对刘烨说 想见母亲 刘烨也只能说抱歉 于是 神奈便请求带她去外边的森林走一走 刘烨觉得这个要求可行 但是整个宰子的其他侍卫都不同意 还说这道命令 胆敢出去一步 格杀勿论 无奈的刘烨只好每天给神奈厌描述外面的世界 以此安慰她寂寞的心 神奈的身上是有诅咒的 如果她爱上一个人 并对那个人说出爱意就会死去 但与刘烨的朝夕相处 让神奈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 于是仿佛忘记诅咒一般地爱上了她 并对她说出了内心难以启齿的爱意 在神奈与刘烨有了起伏之亲的某天 神奈的身体也像真词一样的疼痛了起来 她知道这是诅咒奇效了 神奈一天比一天的衰弱 这时刘烨却也被调离 马上就要离开神奈 于是神奈想往她最后的生命完成一个梦想 那就是自由的翱翔 然后飞到母亲的身边 刘烨尽力地帮神奈离开了宰子 最终她被侍卫们杀死 而神奈飞到空中 却被无数的利剑刺中了 即使这样 神奈还是坚持着往母亲的往前飞着 而八百比丘尼听到神奈的胡话 便挣脱了铁垫 却也被侍卫们给杀死了 之中神奈的心脏虽然被利剑刺中 却没有掉下来 她就那样停在空中 随后消失了 而在这个神话镇上 有个叫神为观宁的女生 她一年都没有去上过课 当暑假到来的这一天 她突然出现在学校 对老师说想要做暑期调查作业 观宁喜欢夏天 所以她想做暑期调查 这次调查的内容正是小镇 她开始在镇上游荡 之后在海边看神奈飞命这个传说故事 在沙滩学习骑自行车 笨拙地不断摔倒 正好被路过的网人看见 这也是两人的第一次邪和 第二天 路过小公园的观宁 看到网人正在给小孩子表演能偶 两人一回生 二回熟就疗伤了 网人知道观宁在做小镇调查 还不会骑自行车 于是骑自行车在她到处跑 条件是请她吃饭 这天的调查结束 观宁颅约请她吃饭 网人已经饿了很多天 虽然网人去一些公共场所表演能偶的话 就可以赚到饭钱 甚至诸宿费 当网人讨厌人潮拥挤 讨厌看到一家人在一起的场景 在她看来 这些人的亲情都不是真心的 她至今为止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真心 聊到真心 观宁说她也很喜欢真心 观宁说这句话的时候 让网人印象深刻 她仿佛真的能够感受到观宁的真心 傍晚网人告别了观宁 距离下的庆典还有一个星期 意味着她要再度宿街头一周 观宁实在于心不忍 必要请她来自家住 在网人刚到观宁家门口 观宁那醉酒的妈妈情子 就开着摩托横冲直撞过来 把摩托车转坏了 显然这是常态 情子误以为观宁在和网人交往 八卦的我娘人 结婚了没有啊 当晚网人在她家的租藏间水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情子就去工作了 而观宁和网人去了神社 继续手机调查 这个神社传说 是很久以前 关神奈被命的宰子改建的 神奈被命的传说 在这的镇子是最出名的 观宁拍了很多神奈被命的笔画 她的神社许的愿望 却是向妈妈问号 这种愿望一般是将死之人的愿望 但观宁就像有预感一般的 就这样许的愿 而观宁确实是将死之人 情子每天给观宁测体问 记录她的摄入量给医生看 一直在密切地关注她的身体状况 医生说她的生命力在减落 但病因无法得知 只通知情子说 观宁命不求义的 情子命命地做之一切 观宁都不知道 但显了意见 观宁是有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这天傍晚 观宁突然就吐了 观宁沉默地回到家 早早地就睡了下去 情子因为观宁的病 而心里难受 所以才会每天都喝几杯酒 醉醺醺醺地回家 这天她回来跟网人喝了几杯 醉酒的时候 哭着请网人做管宁的朋友 网人其实已经差不多知道了 观宁的身体有问题 但到底什么程度 她不知道 因为她也能感受到情子 对观宁的真心 第二天下了大雨 所以小镇调查取消一天 有一只乌鸦飞到观宁家 来跟观宁打招呼 观宁很久以前就认识她 给她取名小天 小天离开了 观宁坐在网人的床边 她说小天总有一天 会带她飞到高高的云上 观宁这样轻松地 说着自己的死亡 一边想亲吻网人 网人避开了 接着观宁就告诉网人 情子不是她妈妈 而是她那病失妈妈的姐姐 完成情子下班回家 她给观宁带了一块好看的布 打算给观宁做一件漂亮的浴衣 那她在下着清点穿 观宁又看了几页时 那的传说故事后就睡着了 情子又拉着网人喝酒 喝醉到情子噼里啪哒地说着话 仿佛在寻生内心无法排解的忧愁 这时网人拿出了她在家里 找到的关于观宁的病例单 这样的病例单很多 她问观宁到底生了什么病 情子烦躁地说医生 也看不出是什么病 现在知道的只有病情一直在恶化 这种无力就观宁的心情 让情子痛苦极的 情子再次请求网人好好地疼爱观宁 但她觉得只要活着就是幸福 说不定心态好可以改变一切 网人觉得自己遇到了母亲所说的 那个需要她解救的人 但她不相信自己有那个能力去解救观宁 也不想去做几件事 网人这样思索着 这时乌鸦小天出现在窗户 对着网人叫了一声便飞走了 睡梦中观宁似乎有所感应 而难受地喊道 小天别走 第二天没有下雨了 于是网人在了观宁出门吊达小镇 而是在车上观宁睡着了 她帽子飞走才醒来 观宁去追帽子却直接摔倒 只有两年去了观宁读过的小学学校 那里已经飞机了 观宁进去挖出了她以前埋的宝物 里面是她和妈妈的照片 本来是计划20岁挖出来的 但是她知道时间不够了 小时候刚被情子收养时 观宁就像波子一起玩上了情子 而现在她已经把情子当作了真正的妈妈 所以她把照片烧掉了 这时观宁对网人告白了 她说想要永远待在网人的身边 然后吻上了网人 这次的告白让观宁的身体恶化得更加严重了 她痛苦地在床上忍耐着 情子回家后 观宁第一次跟情子了解自己的怪病 她说自己只要想着一个人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身体就会刺痛 即使这个人是情子也会 但她喜欢情子 所以愿意忍耐 而且观宁还说 身体上的疼痛忍耐 要好于心灵上的制约 所以她打算全心全意地去爱自己喜欢的人 观宁这样说着心脏却疼了起来 这愿意一直下到下次庆典的早晨 这些天 网人一直在思考 到底是要花成风 就观宁 还是要继续她的孤独伤心之旅 观宁爱上了网人 她送网人心爱的恐龙钥匙扣 想要网人主动亲吻她 可是网人一点行动都没有 观宁只能装睡 流泪 然后观宁不知道的是 她早就深深打动了网人 网人把脑子也都是她 网人也想用尽全力地抱紧观宁 但她知道自己不行 下次庆典开始的这天 网人悄悄地离开了观宁家 恐龙扣钥匙也没有带走 观宁失落的庆典也都不去了 这时 观宁的爸爸境界来了 他要接走观宁 是秦子喊来的 因为境界可以给观宁更好的医药条件 所以他在冷痛割爱 观宁不想离开秦子 秦子只好痛苦地说出 我不想见你 你弄我很痛苦 这种反话 但事实上 秦子真的很痛苦 听到这话的观宁心痛极了 带着目击地跟着爸爸走了 半路 因为夏日庆典太过热闹 冷潮拥挤 观宁在堵车的时候 偷偷地下车跑了 他走到神社里 而坐班车离开了网人 在半路 却没有班车可以继续前进了 所以他只好远路返回小镇 他决定在夏日庆典 保险木偶戏赚钱 网人在庆典赚了一笔钱 这时 却遇到了舒文落魄的秦子 秦子懊悔自己背叛了观宁 只能哭着 一直在找他 看到罗死西洋的秦子 网人也不再逃避感情了 现在他只想在看一眼 观宁的笑容 最后网人找到了观宁 对他喊出了心声 我 喜欢你 最后观宁回到秦子的家 但他没有坚持到大医院的那天 就死了 观宁死的那天 和网人秦子去了海边 他很幸福 能够在喜欢的夏天 明白自己最爱的秦子 还认识了第二位 让自己喜欢的人 观宁简单单走到他这样的身边 这 就是他的幸福终点 最后网人带了恐龙扣钥匙 继续 他的旅行了 看完后只会让人感觉到一种沉重 原来爱可以超多于死亡之外 可以没有界限 我想有人被男人伤过 有人被女人骗过 这是很糟糕的体验 但是起码你还可以爱 如果说你自己爱不下去了 这只是你心中无法放下 只是你担心会重蹈覆车 可是观宁和神奈 没有爱的机会 他们一旦爱上人 就会开始生病 就会死亡 这不是你愿意尝试 或者忍耐就能改变的结局 最糟糕的是 连朋友 连亲男的关心 都会要他的命 何为孤独 这才是无尽的孤独 爱情很美 就像带丝玫瑰 想要得到他 总得受脸伤 故事中的诅咒 传承了千年 但是人追寻爱的需求 却也会传承下来 这是不可阻挡的过程 有的人认为这个诅咒 就是宿命 可在我眼里 并不是 因为观宁完全可以 把握自己的命运 只是他选择了另死 也要去爱 这个诅咒 并没有直接剥夺他的性命 而是让他选择 观宁一开始的选择是错学 不跟任何人接触 因为他担心朋友的关心 也会要了他自己的命 他本可以狗活 而容选一辈子 但是他选择相爱而生 所以那些被爱伤过 骗过的人 更应该坚强 今晚你们还有爱的机会 不要过度纠结 虽然我说的轻角 但你确实得找到出路 成全自己 爱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虽然我觉得男主 有点不太好 可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像观宁一样 敢爱的女人 我相信 不知道视频前的你们 信不信爱 信不信自己 一定会幸福 如果你相信自己 不妨在评论区中一下 我爱你 不管是对现在的爱人 还是对未来的那个他 说一声甜蜜的话语 只要充满信心 你一定会遇到 那个对的人 我是少年 有命令又可爱的 九七年大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赞和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